今天打卡的是一家在健康路新开的糕点店 参加的品种要比之前点无双的丰富一些 最后就搞了 然后我还想要 我要一个 然后旁边这个是巧克力的什么 我要一个 然后泡芙的话 泡芙能少一点买吗 这个好像太少了 一个巧克力砖 大卡跟打糕还有翠翠团也都要 在附近找了一家便利店准备开吃 在他们家比较感兴趣的基本上都买了 本来想all in的但是钱包跟味容量不太允许 但是他们家这个是招牌红豆切糕好像叫 之前我有在高厂买过类似的红豆年糕 跟他家的招牌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外面都裹满了红豆颗粒 它家不算太甜没有过度的用糖可以就一杯牛奶顺一顺 好黏肆 它外面的红豆都是大颗大颗的会有一点干吧 口感上不是那种绵密的红豆沙 年糕中间的黄黄嘉欣我吃着像是南瓜泥 它也不会太甜呢 甜度上是恰大好处的清甜 诺基基先生可撑哦 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渐渐变凉了嘛 本诺基基先生有一点馋姜米扣肉了 小年糕软软糯糯还能拉丝 就是会有一些调皮会在你嘴里打架 太黏了 这是他们家的水蜜桃大福 大福塔抹团上是有团购的 它有柠檬跟水蜜桃两种口味 反而毫不犹豫选择的水蜜桃口味 它就是一个芝士塔上面做了一个软糯的麻薯 下面奶油是比较厚重的 会有一点偏甜 它们就是一个糯米团的 里面还有水蜜桃的果肉 软糯的麻薯中间还会有水蜜桃果肉哦 不过芝士塔的酥脆口感更让我印象深刻 就是它的芝士偏厚重 吃多了容易腻口 买了六个它家的咸口小泡芙 去说半夜的时候会有一块钱的团购 好的比月亮还完的我当然没有抢到了 一天天的就光长痘了 它家奶油打的还是很实称的 就是口感上不是轻盈的挂的 它泡芙皮就是那种很老式的泡芙皮 我特地逛了店里小姐姐 他们说他们在用的是冻奶油 这个咸口小泡芙它咸得不太明显 泡芙皮的口感软硬时中 但是相比的话 其实我会更喜欢那种酥脆口感的泡芙 他们在那里往前 蛋糕体进了奶油后十分的湿润 但是经过高温攻击 中间的奶油竟然还会有冰淇淋的口感 不知道原本中间就是冰淇淋的韩式 但那个奶油被冻的时间太久了呀 感觉冰过头 它中间的奶油有冰肠子的口感 感觉特别柔软 虽然我还可以但我会更加喜欢沿途家的女王卷的口感 我对大家最心动的就是这个巧克力年轮 我对大家最心动的就是这个巧克力年轮 最下有麻薯而且我也很喜欢两边的饼干脆脆 最喜欢软弱中又有酥脆口感的了 而且它中间的麻薯还有巧克力酱 我仍然就是不太喜欢外面的巧克力面包体 有一些偏油了口感上也不够松软 这个曲奇算是老网红了吧 之前超火的我记得我以前在高级店有买过 就像是一个超酥脆的曲奇中间加了一个生巧 巧克力味超浓郁的上面还撒满了可可粉 另一个是酸奶口味的曲奇 它不是菜类其它的口感更像去多多一点 它的外口就没有巧克力那么酥脆 酸奶口味但是蛮甜的 只不过会有点红 专中带甜的酸奶口味会比巧克力味得更加甜腻一些 我仍然喜欢巧克力一点 就跟中间一个生巧一样 巧克力味的曲奇皮后世中却又很酥脆 甜中带着丝丝苦味 所以吃多了也不会觉得腻 那么脆脆团上面撒的应该是可可粉 我好喜欢这个海盐脆脆团 跟之前登登的南京那给我的很像 巧克力大福中是咸咸的饼干脆 脆脆的口感超丰富的 就像是融化了的脆香米 整体超级软腹 诺鸡鸡鸡的团子上面还撒满了巧克力粉 咸咸咸咸的海盐口味一点都不腻人 是软软糯糯又咔吱咔吱的快乐 我买了一块他家的提拉米苏 剪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 他好像忘记帮我拿巧克力砖了 提拉米苏蛋糕体跟奶油是1比1的比例 口感上还是蛮细腻的 就是会有一些偏甜 吃着吃着还能嚼到脆脆的口感 其实它下面会有一层巧克力脆 我果然还是对脆脆的东西毫无抵抗力 他家除了巧克力冻 其实还有一个腌奶冻 但是再三纠结之下 我还是没有背叛巧克力 满怀期待一入口我就惊了 那巧克力这样巨苦 这都十月份的天还超热的 巧克力奶冻在奔波之后都不动了 这巧克力真真是让我没有想到 竟然会如此之苦 那巧克力跟黑巧有的一瓶 吃着粥巴巴但我还蛮喜欢的 回家冻一下之后 口感会更加之好 继续一个咸口小泡芙来缓解一下 被苦到之后 我有尝到这个咸口小泡芙的咸味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掰比